大学指考28日登场 台中市长卢秀燕前往台中一中了解考场准备情形 今年指考市场防疫措施 除了基本的量体温戴口罩之外 不开放亲友陪考 一间教室只安排20名考生应试 每个座位间距1.5公尺 市长表示市场防疫比较三级警戒 保护台中地区的七大市场 5000多名考生的安全 大学指考28日登场台中市长卢秀燕 这天到台中一中了解市场防疫整备情形 强调台中七大市场防疫比较三级警戒 守护5000多名考生的安全 考场防疫安全还是会比较警戒三级 用警戒三级的防疫安全来考量 包括所有参加考试的孩子都要全程佩戴口罩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考试考场的这个动线 跟他的座位都距离1.5米以上 那另外原来一个考场 大概可以有42个孩子 现在都减半降载为一个考场 只有20个小朋友 网例 家长可以陪考 学生自由用餐 那今年大考中心非常贴心的 在他们报名的时候 也提供了一个订购便当的网站 来因应家长无法进入陪考的一个状况 所以学生基本上他的休息 准备用餐 通通在单一市场里面完成 老师们在教室依照座位 装上隔板加强防疫 一间教室只安排20名考生应试 每个座位间距1.5公尺 考生用餐时留在原座位 避免飞沫传染 并且另外安排隔离市场 安置发烧的考生 在考试之前 一定要把相关的 像准考证 或者是应该准备的这些文具 要准备好 同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那今年台中市 没有特殊的 像居家隔离 居家简利这样的一个考生 社方表示 今年不开放亲友陪考 每天考完市场都会进行清销 所有的监考员都打过疫苗 隔离市场的老师 将全面穿着防护衣 全面做好防疫准备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播导